中华文明 人类瑰宝 如何复兴 教学为宪 这里是全球第一家 圣贤经典远程教育网站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涵盖如释到全部核心内容 十五大类纲目 一百余堂大课 古今万卷藏书 广大中华文化 天下学子向往 读书志在圣贤 供情享誉海内外的老师 声作授客 深入浅出 破迷开悟 一知高养 终能够无法 终不容我 尊师重道 念念不忘道师慈悲教导 打破七七音乐 听取的畅上 读书志在圣贤 马上 尊师 温了 篇 尊师 大中华文化 尊师 朗诺教学 星星之火 传承中华命脉 千年万事 离不开圣贤教育 国泰民案 首先要修身齐驾 祖国各地 香港 台湾 世界各地 韩国 日本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斯里兰卡 澳大利亚 同步学习 四海一家 共同祈愿 圣贤教育 光照还宇 全球同学 万世太平 欢迎来到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建国军民 教学为宪 崇德新人 教学为宪 长治九岸 教学为宪 诸佛 诸佛 教学为宪 极乐世界 教学为宪 全球同学 全球支持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龙天欢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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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心地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人生要有好老师 极乐世界 教学为宪 今天的课程是 向师父求教 第十四集 老和尚救世界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们今天上午 一同 在师父老人家的教导下 继续学习无量寿经 我们有个深刻的体会 如果不是师父老人家 带着我们来看这些世间的景象 善恶是非 没仇 我们真的 不认得 什么是摩 什么是福 什么是摩 摩这个字 最早 最早啊 它下面呢 是那个石头的石 折磨的意思 那么后来呢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总之 它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给你带来的是烦恼 你说战时很快乐呀 就像吸毒一样 感觉到很快乐 飘飘欲仙 很短的时间之后 是无尽的 折磨和痛苦 换句话说 凡是给你带来贪心的 助长你贪心的 助长你 嗔恨 怨恨 嫉妒 对立 凡是助长你这个的 助长你愚痴 忽里忽度 什么都不相信 就知道吃喝而乐 愚痴蒙昧 不开话 助长你傲慢 助长你怀疑心的 这些东西 都是魔 它让你越迷越深 那反过来 常常听师父的教导 你感觉到第一个呀 听完了之后安定了 清凉了 你听有的人说话 说完之后啊 真的是 你是一锅清水 听完之后变成一锅开水了 沸腾了 不清凉了 热血沸腾了 再有 让你听完了之后啊 觉悟了 不糊涂了 心安定了 这个 这个是佛说呀 这是总的宗旨啊 如果没有师父老人家 天天在这带着全世界的同修 一同来学习 我们很难分辨的 有的时候 就跟着这些魔已经迷得更深了 还浑然不觉 我没有啊 我很好 很好 很觉悟啊 真正将 迷而 难觉 他很难觉悟 那迷得太深了 你比如说 师父告诉我们 古代都有句老话 你会吗 你会吗 这个意思很深的 师父说 你看 世间这么多的人 海贤老和尚 真的 如果没有穿着架装 那就是一个普通的 农村的老爷爷啊 老农夫啊 你能看出什么来 师父这些天 天天都讲 号召大家把那个光盘 看一千遍 一天看三遍 一年看下来一千遍 师父说 你看多了 你就会了啊 你就看明白了啊 你本来是会的 那为什么不会了呢 迷了 听得太少了 没有尝试寻修 那何以见得呢 我们怎么才能知道 这位是佛菩萨在来 啊 那个就是个魔呢 那是来害我们 这是来救我们 我们看不清楚啊 所以这一期的节目名字 慧眼 石圣贤 话又说回来 圣贤你知道了 佛你知道了 魔你也就知道了 怎么才能看出来 你看 师父告诉我们 在现在这个时间 海贤老和尚 这种表演 榜样 他所做 所行 是最好的 就是良药 所谓 对症下药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他怎么就是一剂良药 救命的 良方呢 我们听了十几天 有一些体会 没用的 这老和尚绝对不表演 一定 换句话说 一定是能够救你的命 治你的病 要不然就不是佛菩萨再来 师父就不会让我们 看一千遍 去细细体会了 我们举几个例子 我们相信 更多的人 能体会的 都比我们深 比我们广 我们举几个例子 你比如头一个 这老和尚 一百一十二岁 换句话说 一百一十二年 他不认知 这就是一味妖 治我们的什么呢 治我们求知识 我认字多 我就求这个东西 求这个书本 你看我看书多多 是不是 那老人家 告诉你 这是你的病 你错了 那何以见得 他不认字 他不认字 师父讲 他三年就能够到 念佛三昧 所谓 无所不知的状态 那不就是我们看书 想要求的吗 我们看这么多书 穷尽 好手 得不到 这位老人家 给我们开了个药方 他不认字也行 哦 我们就明白了 师父常跟我们讲 要离文字想 离言说想 我们天天死在俱下 没有文字就不行了 没有言说就不行了 你看 用不认字 这一记药 来对峙我们的什么 所知障 我们看那么多书 认那么多字 那么高的学历 成了障碍 人家不认字 一马平传 坦途啊 多顺利 三年就可以了 生死自在了 这是一味良药啊 不是师父说 我们真的看不出来啊 是这么回事 对 住在一个小庙里 啊 为什么 你看今天 很多的学佛人 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要盖个大庙 金碧辉煌 那很多人 尤其是居士啊 有钱真是 没地方花了 盖大庙 金碧辉煌 那么你盖完了 能救几个人呢 哎 现在大家学佛都贪的 你庙大 我更大 比赛盖庙 哎 这不还是个贪吗 哎 你看这个老人家 哎 如果学佛人 都在吃穿住 用上面 哎 去这么讲究 这是一条 迷惑之路啊 哎 他老人家住在一个小庙 最后怎么样呢 有道 而且成就了 一百一十二岁自在往生 你住在大宫殿里 能不能做到 做不到啊 走错路了 哎 奢华的 探求 那是轨道 你看 又是一记良药 哎 用这个小庙 让我们大家 觉悟 啊 我们盖那么多金碧辉煌的 耗用了那么多的钱财 师父讲 把钱埋在土里 你看 这老后人 真正有智慧啊 不花失足 一分钱 哎 不把他埋在土里 不造这个业 哎 做最好的榜样 真正出家人的好榜样 我们细细细体会 有当年 世尊的风范 树下一宿 找棵树 那就是他的 晚上睡觉的地方 你看 一个小破庙 没人要的东西 哎 你看看 能成就 这又是一记良药 不要向外求 我们今天说 哎呀 这个房间不好 那个地方有问题 道场这不好 那不好 都错了 那你看看 闲工上人 看到了吗 根本不在外边的 哎 没有到的话 什么地方都不行 有到的话 你看看 你看那个电视录像 我们看到了 那么破旧的地方 哎 照样成就 不在外边的 老人家 实现一个农夫的形象 哎 种地的呀 啊 从二十岁开始 到一百一十二岁 没有地位 没有名声 哎 照样成就 照样幸福 话又说回来 你是大知识文字 你是明星 啊 你是这个 了不得的人 啊 农夫跟你没法比啊 但是呢 农夫有的你都没有 你想要的 农夫那都有 我们人生 要求什么 不就是幸福吗 哎 你费那么大劲 流血流汗 所求到的 都跟幸福相反 哎 那个东西一失去 你就得自杀 你就活不下去了 你说那东西是 是给你带来幸福的 还是来要你命的 哎 农夫这个身份 也是一剂药啊 让你尝一尝 让你品一品 在嘴里嚼一嚼 就是这农夫怎么 你说 他怎么就那么幸福呢 我想要的他都有 这就是一味药 我们要好好品啊 再有 那么一个小地方 河南南阳 哎呀 我们都说不上来 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字 你就看 寺外都是高粱地 就跟那个再普通的一个 哎 荒郊野外一样 他不是大都市啊 什么意思 这纪要的意思告诉你 大都市有害 哎 如果大都市无害 那这老和尚应该在 上海 北京 广州 这些 啊 灯红酒 荔枝所在 到那去 是给大家表演 他不在那个地方 你看老人家 所在的地方 哎 你看看你都不想去 旅游都不想去 就那么个地方 人人都不要的地方 他怎么样呢 哎 他成就了 那就是他所住的地方啊 那就是一味药 我们住在哪里 我们天天 哎呀 想把户口弄北京 弄上海 不就求这个吗 你求吧 人家不求 人家所住的地方 跟你不一样 所以想的地方 跟你不一样 他得到了 哎 你呢 到那个地方去 到大都市区 哎 那个灾户 不幸福都来了 所以我们常常听师父 最近讲一句话 海鲜老和尚 给我们视线一个什么 一个真理 什么真理 哎 别人要的 我不要 你想想 越想越对啊 这老和尚全做到了 哎 我要的 别人不要 小庙 偏远的地方 啊 农夫 这你要吗 呵 我要的 别人不要 在当今这个社会 这种方法 师父讲 走到哪里 都没问题 无上法宝 真言 哎 你说把这么个地方 把这一百多亩地 交给你 让你种 你能去吗 我估计给你多少钱 你都不同意 太苦了 对呀 苦你要吗 苦能给你带来幸福 给你带来吉祥 给你带来 了拓 生死 处六道 不糊涂啊 所以 这老人家 一直在受苦 这也是一本药 哎 对质什么呢 对质 我们不能受苦 不能受苦 那你就真苦 能吃苦 他又真乐 哎 如果像我们所想的 那么苦 那他老人家 就应该像那些人一样 那就得自杀了 苦死了 哎 你看上去好像很乐 都是你想要的啊 灯红酒绿 明文立阳 啊 财色明时睡 哎 你活得不耐烦 那自杀率很高 抑郁症 他们专家统计全国 一个意义上 哎 也就十三个人里边就有一个精神上有问题 我们看到这个老人家 师父一语道破 佛菩萨来度化我们 我们就要知道 句句话 所有的举止 所作所为 包括持穿助拥 都是药 哎 救我们的药啊 你得会看的 就会演 石圣贤 谁教的 师父教过 师父不教 真不知道 真看不出来 真得高人指点 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 这老人家一个人就告诉给我们 今天整个世界 人类社会 发展方向 出问题了 跟师父讲的一模一样 我们想要的都得不到 我们不想要的全来了 饮苦食毒 物量受精神的话 你愿意过这种生活吗 喝水有污染 吃饭 这里边有更重的污染 吃水果 哎呀 那农药更多 你说怎么个活法 这是我们想要的吗 哪来的这些东西 都在佛经里 都在师父老人家 讲经当中 给我们说出来了 你看 海鲜老和尚 还开校份 天天劳动 十几个小时 一直到一百一十二岁 秦老 我们一直说是中华民族的美德 他美在哪里 这个德行有什么好处 怎么能让人美 我们听师父讲经 明白了 秦就不懒 大家想想有道理 证文证公 他老人家讲过 讨人贤 莫过一个交字 说这个人很傲慢 那最讨人贤 走到那没有人不烦的 败家莫过一个懒字 只要这个家里子弟懒多 准败家 多少钱 那屋底洞准给你败了 很快就给你败光了 什么原因 懒 秦就不懒了 有这一个字 你的家就不至于败 不至于亡败 你说是不是美德 正好 劳是劳动 劳动 人就不傻 大家想想 可能有人想也想不出来 为什么 现在都不劳动 没有劳动 我们那个年代还有 我七岁就开始淡水来 自己做饭了 生炉子 从小劳动过来 所以我对劳动有体会 这个人呢 他不是目通目脑的 呆头呆脑 他不是 他总劳动嘛 他机灵 现在的孩子 你让他做数学题 好像很机灵 一道生活中 一个比一个傻 什么原因呢 没有劳动 哪个单位愿意要这个 所以我们专门 做了一期特别节目 现在的年轻人 为什么无能 希望大家都看看这个节目 我们把这个真相讲出来 什么原因呢 没有勤呢 他就懒 没有劳啊 就没有劳动啊 他就笨 他就傻 我们比那些大学生 长他们几岁 总是希望把这些话 告诉他们 不是骂人的话 是恨铁不成钢 提醒他 现在普世都懒惰呀 都傻傻的 笨笨的 什么原因呢 搞科技 有洗衣机 不用你洗衣服 有这个设备 有那个设备 你一按就行了 所以人每天都窝在沙发里 就在那天天按这些电钮 好像是给人带来了 方便 最后人的功能都退化了 那何以见得呢 你看传统文化学校的学生 十几岁的孩子 你让他跑步 跑半圈 浑身大汗 在那喘脸色发白 我们看到了 这真的 为什么他的身体的机能器官 通通退化 那劳动不会这个呀 不会退化呀 最简单的 你看现在人写字 一个笔一个难看 什么原因呢 他不动笔了 改成打那个键盘了 功能退化了 所以汽车发明了 人天天躺在车里 好像很尊贵 很享受 实际上呢 他的五脏六腑 包括他的品德 通通退化 你不信 你让他走路去 他想死的心都有 你说就懒成这样 不像话到这个程度 所以为什么老年人 看不上这些年轻人呢 太懒了 什么原因呢 高科技把人害了 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 出门不坐车 一步不走 必须得爸爸妈妈抱着 现在孩子不都这样吗 为什么呢 出租行业非常发达 家里有钱 都把这个孩子害了 这就是我们的病因 老和尚给我们实现的什么 勤劳 没有高科技 一个大锄头 天天在那儿 庞大地 除何日堂 保持了 人类的美德 勤劳 智慧 人一劳动 他就有智慧 越不劳动 真是越退化 这大脑 所以 这剂良药 不是说光给学佛的人看 普世的教育 大家听听 要不要向老人家学习 一百度目的 这老人家 一个人在那 扛着扛着 天天十几个小时劳作 现在你让年轻人 二十多岁 你去拿锄头 他倒着拿 我估计 你不要说一个小时 十分钟你试试 汗流浃背 就得瘫着 说明你的身体 已经很差 很糟糕了 英年早逝的人很多 人都想长寿 老人家告诉你 一把锄头 这些田地 就够了 长寿 那有人会问 这有什么意思 有意思早死 没意思长寿 那有人说了 我宁可有意思早死 我也不愿意 没意思长寿 这是什么呢 这是你只看到 眼前吃喝玩了 你不要忘了 死可不是一了百了 不是死了就了 它有六道轮回 你看不到 不代表没有 我们常常做这个实验 灯一关 你看不到我了 实际上有 人不是一死之后 两眼一抹黑就没了 不是啊 佛陀 各种宗教通过禅定 都看到六道轮回 证明佛所说的 佛经上所讲的 是事实真相 所谓实事求是 真有啊 你在这儿 纵欲享乐 是有意思 寿命短 那然后呢 你要到鬼道 到畜生道 到地狱道 道内里面再去轮回 这个你就不考虑了吗 那才是真正的你啊 所谓神识啊 所以人不能够 以后的事情不管了 那以后还是你嘛 那心账旧账不还得你来收拾吗 你来还吗 这是愚痴的做法呀 这老人家不愚痴 看上去好像现在什么都得不到 去世之后什么都得到了 那何以见得呢 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 上把西方极乐世界的情况 那个美好殊胜 那个福德 说的太详细 太清楚了 你真正要享福聪明人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 不在这儿受这个罪了 更不能到三恶道去受罪了 这是不是良药 真正让我们觉悟的良药啊 不要认为老人家愚痴 糊涂 不是啊 所以你看 听了师父老人家的经教 我们这 哦 是这么回事啊 哦 他们原来是错的 对呀 没有人教 人生要有好老师啊 没有人教可不行啊 我们会做很多傻事 跟着坏榜样学呀 这个我们就明白了 有榜样 有原理 有方法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学 给你 给你得到什么呢 幸福 美好 海鲜 这老人家都得到 为什么 他种种子 种什么种子呢 他爱别人 敬别人 今天世人 包括各个族群 宗教 国家 单位 那个人就不要说了 每个家庭都想得到别人的关心 爱护和尊敬 怎么得到呢 你看 这老人家 给我们开出了个药方啊 什么药方呢 你要先敬别人 先爱别人 而且呢 天天不中断 我们今天得不到爱 得不到尊敬 痛苦 生病啊 这重病的患者呀 哎 糊涂到几点了 这老人家 给我们开了个药方 哎 就是什么呢 你要先 爱别人 敬别人 而且呢 无条件 真是无条件 哎 你去问问 当地人 没有不敢 这老人家 他什么都不要 白白的 为大家劳动 为大家 奉献 换句话说 今天这个世界上 义工太少了 这就是病根 什么东西都讲 钱 都讲条件 没有这些 不凑 对不起 商业社会吗 嘿 老人家 所过的生活 跟钱没关系 得到呢 邻里相当 和睦 幸福啊 人与人之间 欢喜啊 谁不愿 有这么一位 老邻居啊 还是位出家人 哦 太奇特了 哎 所以 不在商业社会啊 没有条件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老人家 做给我们看 人人都喜欢 这佛家的话 无缘大慈 甭管认识不认识 一把新鲜的蔬菜送给你 你多高兴 哎呀 这这这怎么还有这么好的人呢 不要钱 真不要钱 送给你的 大家见面就是有缘 有缘就供养给你 你能不感恩 能不欢喜吗 你能不受感动吗 这就是旧式的良药啊 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是处处讲钱 处处商业化 美其名曰 这是进步 那为什么越进步 自杀的人越多呢 越进步 大家越找不到幸福的 啊 越进步 人们烦恼痛苦越多呢 啊 病人多 心理疾病的人更多 什么远 到底这是进步吗 我们真的要问这话 病根在哪里呢 不知道 药方在哪里 不知道 师父告诉我们 河南南阳 那个小庙里边的 这位老人家 他 佛菩萨再来 给我们开了这些药 其中一副 就告诉给全世界的人 哎 不要商业化 不要事事都讲钱 人要讲道义 讲仁爱 世界就有希望了 就得救了 哎 这一副良药 我们大家能不能看得懂 师父已经把谜底揭开了 哎 我们能不能看得懂 我们无限的感恩 海鲜老和尚 就像千里马一样啊 他能够承载 去佛会命 光大佛法的使命 千里马常有 伯乐不常有啊 谁看得懂啊 我们遇到师父老人家了 一语倒破 你去问专家学者 你去问那些所谓大师 他看不明白 说明什么 没有智慧 我们不是贬损别人的意思 而是想给大家倒归到正路上来 让我们破密开悟 那些专家学者大师 其实也都是佛菩萨 他有无量的智慧 和海鲜老和尚一样 那为什么他看不出来呢 不能救世呢 你看就这么一位贫僧 这么一位老和尚 自都不认识啊 他能救世 他开的这些药法 哪一剂不管用呢 不管用他得到了 他想得到的你都想要 这还不足以让我们觉醒吗 这位老人家 用自己的生命 身家性命 用自己的身体 把药房给我们开出来 举世这些病人 病入膏肓的这些人们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接受这种教育 去慢慢的品尝 老人家所开的这些良药 苦口能救命 在明天呢 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 海鲜老和尚 海鲜老和尚 为这个世界 所开出来的药房 谢谢大家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 大家好 本次课程已经结束 恭请各位肃力 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 感念中华先祖 人类先祖 对后代子孙的挚爱 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 感念敬爱的导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 感念所有授课老师 孜孜不倦的教化 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 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 天地君清师 恩德永不忘 我们愿意所有的讲课 听课和修学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天地君清师 和一切众生 祈愿奉持经界 喜心易行 国艺秋聚 弥补萌化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灾力不起 国风民安 兵戈无用 重得心人 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冤枉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 共同修学 恭祝您六时吉祥 道业早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傅 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